Hello ET Today 星光云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王赫蒂 在《浮屠园》中饰演《消夺》 我就是万岁爷的眼 万岁爷的手 你说我 够不够自克 凝忍 立体 不卑不亢 摆出一个最霸气的表情 没有耶 其实 我比较多的都是台词吧 都是那个角色的话 不是有什么举重 比如说 买单啊 买个单就霸气了 那我可经常霸气了 自拍 我自拍没什么动作 就笑一笑啊 比个剪刀手啊 然后就是 对 我的自拍其实也没什么好 好教学的 不要学我的自拍 如果我刷到的话 我就会反派 就是有意思的那种 或者是跟我有交流的那种 印象对什么 我晒了一个我健身的照片 然后他说 你这腿咋没有腿毛呢 但其实那是我胳膊 还是就是看到那种 觉得戏很好看 然后跟着剧情在开心 难过这种 就跟着剧情的情绪在走的这种弹幕 有什么误解 之前有说一个笨蛋帅哥这个事 那我现在好像也没有 那么强的欲望要去解释这个 我现在好像已经接受这个设定了 现在也没什么误解了 现在看的就是一个这样的我 想我的时候 看看我的戏啊 看看我发的微博啊 看看我的video啊 都可以啊 谢谢我的点是这个角色 非常的立体和丰满 他的色彩性和他可演的东西 会有很多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最高的地方应该是拿捏消脱 他这个身份 他的这个气质吧 刚柔并进这种 就是换官一个身份的人 怎么样把他的一个身份角色的气质 给呈现出来 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 第一集的出场戏 我就是万岁月的演 我就是万岁月的手 我觉得就是能不能把角色立足 其实就是在一开篇的时候 然后那一场戏的台词量 其实什么的也都挺大的 他的这个角色的人设的这种一场戏 我觉得很重要 所以当时也演了很多遍 印象还挺深刻的 可能就有时候一些 就是情绪系情感系的时候 互相的一个认可 互相的一个肯定 这个就是这个挺暖心的事吧 就是因为我们俩 就是因为都老乡嘛 所以我们其实我们的相处 会更加的很简单 可能是一个地方出来的人 然后就会感觉 有很多东西其实能互相能get到 所以不需要太繁琐的那种 就是交流什么的 所以相处的非常融洽 美食肯定会聊啊 就是比如说 夏圈你回不回家 回不回四川啊 爱了回四川 我想去吃那样的那个啊 我想去吃那样的那个菜啊 就是这种 通常上都有藕包 你自己会觉得有藕包吗 我没有 老乡的功力哪来的 我觉得 我也不知道 可能就是大家看着我就想笑了 我觉得我的一幽默都是那种行动上的 或者说有时候 生活中出现的小状况 比如说这儿扮了一个胶啊 那儿就是掉了一个东西 就是可能这种很抓马的小状况什么的 就老在我的身上出现 所以就会很搞笑的 但是其实我自己并没有刻意的就是说有去搞笑的 还是说大家看的内心就会很好 我是一个挺喜欢也挺希望一个团队的氛围 在现场工作啊 的这种氛围是一个大家是一个开心的状态嘛 就这样一起工作啊一起拍摄啊 会这样会顺利很多 要感谢感恩大家 然后要想说的是浮屠围 很好看哦 一定要去看 希望我能用到自己的作品浮屠围 然后能陪伴到你们 谢谢莉莉 客气客气 辛苦辛苦 谢谢